當我們做產品行銷企劃、廣告企劃或者是重大活動企劃時 精鮮有創業的點子被認為是必備條件 然而好點子跟寶石一樣都很稀有 在廣告界民生享譽全球的James Webb Young 為了回答你是怎麼得到點子這個提問時 寫了一本《創意從無到有》這本書 他說的創造點子的方法是什麼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創意從無到有》這本書 這本書是最好的一本書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是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4月30號 由《彩石文化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未來商務產業焦點》的文章 James的《創意從無到有》這本書 對學廣告的學生來說 這本書可稱之為《聖經》 他所認為的點子就像是伏特生產汽車一樣 是經過明確的步驟製造出來的 但是他為什麼要公開這些技巧呢? 他的答案是 由於這個套事太簡單了 因此相信的人不多 而且這個方法說起來容易 實踐起來卻需要非常辛苦的心智鍛鍊 所以就算知道也不是任何能都能夠活用 他的《創意點子》方法可以由兩個基本的原理來說明 第一個是點子就是新的組合 第二個創造新組合的才能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那五個階段的步驟是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往下看吧 想要獲得新點子 首先要做的就是收集資料 萬花筒是藉由桶內無數個玻璃碎片隨機組出的圖樣 桶內的玻璃碎片越多 組成的新圖樣可能性就越大 點子也是一樣 想要創造新點子就需要這兩種資料 分別是特殊資料跟一般資料 一般資料是指一般日常生活的累積 像是某一族群的習俗、樣貌、建築方法等等 要養成學習各方領域知識的習慣 而特殊資料是指對於某一種特定的活動、知識、收集的相關資料 例如說銷售肥皂的行銷人員 閱讀關於肥皂研究的書來獲得資訊 第二階段則是進入消化階段 將第一階段收集到的資料進行不同角度的思考 創造出新的點子 可以將資料連接起來翻過來思考 試著從各種方面來觀看 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腦中有很多不確定的感覺 但是新想法會不斷不斷地冒出來 藉由寫下這些東西 讓它成為和新點子連結的起點 詹姆斯說他在第二階段要緊緊地抓住點子 直到精神疲憊為止 但在資料被充分消化之前 不要放棄連接點子以及新的想法 如果所有的能量都耗盡了 那就是該前往第三階段的時候了 第三階段是熟成階段 這個階段就是要讓潛意識做他該做的事情 而這個階段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再去想原本正在苦思的點子 睡個覺、看個電影或者是收聽個音樂等等 做一些可以刺激想像力的行動 投入式思考的作者黃農文教授也強調 在投入階段中產生的潛意識的重要性 他還說經過充分苦思之後 應該讓大腦透過運動 從原本的想法中跳脫出來 好好的休息一下 感覺這個階段比較容易 但是對於長期處於壓力的朋友來說 休息也是需要學習的 終於進入到了第四階段 點子戰身 當我們不再思考問題的時候 點子就會突然找上門來 睡醒的時候 刮鬍子的瞬間 散步的時刻 點子都會突然的冒出來 根據某個心理學家研究顯示 點子最容易浮現的場所是 3B 也就是Bad Buzz Badroom 大腦正在休息 及沈浸在其他想法的時候 就可以出現可以解決問題的點子 連愛因斯坦也曾說過他從來沒有在理性思考的過程中獲得重大的發現 最後是點子實行階段 冒出來的點子像剛採集到的原石一樣 要成為寶石必須加工 點子冒出來之後必須根據現實狀況進行修正 並且要一邊實行一邊改良 有可能會覺得點子不好 必須堅持不懈實行 並進行修正及改良 可以跟點子做出深度評論等等交談 也可以獲得一些意見 這也是點子看到新面向的好方法哦 聽完了這五個階段 是不是就像James所說的一樣 獲得點子的技巧其實一點都不難呢 但其實實際要付諸行動 卻需要花費很多的心力跟時間 除了James所提供的方法之外 同時也可以運用一些現有的工具 比如說像是數位心製圖 條列式大綱等等的工具 全部都具備非常適合創造出點子的心態 最後James也鼓勵大家 創意並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夠產生的 需要不斷的練習跟努力 千萬不要稍微嘗試一下之後就自暴自棄哦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這五個階段聽起來都很容易 但是實際去練習跟活用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創新點子的五個階段 不論是在撰寫企劃 或者是在生活中需要創新的地方 都能夠成為各位聽眾的幫助哦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也是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